今天由本堂义务牧师 李法平牧师 郑道 李牧师的讲题是 复活的盼望与大门 郑道的经文 取至哥林多全书第十五章 二十到二十六节 五十一节到五十八节 第二十节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死既是因义人而来 死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 在亚邦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 出熟的果子是基督 以后 在他来的时候 是那些属基督的 再后 末期到了 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都毁灭了 就把国交与父上帝 因为基督必要作王 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 尽莫了 所毁灭的仇敌 就是死 第五十一节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刹时 眨眼之间 浩童莫测 催响的时候 因浩童要想 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这必朽坏的 总要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 总要变成不死的 这必朽坏的 既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 既变成不死的 那是经上所记 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死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掠法 感谢上帝 使我们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坚固 不可摇动 常常节礼 多做主公 主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复活节快乐 复活节猛恩 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 所带来的复活的大能与盼望 生 死 活 这三个字是基督徒信仰的总说明 生是正面 死是反面 复活是合一 主耶稣基督的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主耶稣基督的死替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 复活释放了一个有智慧 一个有能力 有能分别善恶 能巨恶行善的一个新生命 复活这字在希腊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意思是 再站起来 再站起来 复活总是指身体说的 复活从来没有指着灵魂 因为灵魂是永远不死的 复活是一项超自然的大神迹 复活是我们用理性所不能够完全的透物的 反而我们必须要用一颗纯粹的信心去透物去领受 复活的先决条件是新生命的获得 主耶稣基督说 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活了 神学家Allen Richardson 在他的著作中他指出 基督徒对于复活的希望 不是根据任何哲学或理论的推理 而是根据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 主耶稣基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 主耶稣基督复活是真实的 他在人类恩典上是必要的 因为如果主耶稣基督不能死后复活 他的死就失去了果效 正如使徒保罗他所说 他说人类还是陷在罪恶当中 主耶稣基督死后复活 表示主耶稣基督胜过死亡 主耶稣基督确实胜过死亡 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节 这么告诉我们说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碎了之人出手的果子 复活即是主耶稣的应许 主耶稣基督曾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亡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二十到二十六节 五十一到五十八节 让我们认识到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所带来的大能与盼望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满有大能力 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 是超越科学的 是世界上最大的能力 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将使许多人从坟墓里复活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给人类带来了新生的盼望 有一位作者这么说 认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才能认识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 约过一切的苦恼 主耶稣基督是赐平安的主 因此我们身为基督徒 就应该为主勇往前进 刚强壮胆 毫不畏惧 因为我们有一位 复活的救主 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后盾 作者巴克莱诚说 唯有相信复活了的主 我们才能面对生活 唯有相信复活了的主 我们才能面对死亡 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 意义实在是重大 是值得我们赞美 是值得我们感谢敬拜与侍奉 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 我们跟随着他 我们蒙恩得救 得享永生 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朋友们 您是否愿意更认识 这一位复活的救主 你是否更认识 愿意更认识 主耶稣基督吗 有位作者这么说 他说我们如果 要接受上帝 信是最短的路 我们如果要认识 主耶稣基督 爱是最短的路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在主里认识他 认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 认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价值 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重要性 针对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重要性 使得保罗他坚持地说 主耶稣基督若没有复活 人生最大的价值就失去了保证 他说除去复活 你便毁坏了基督信仰的基础和结构 格林多前书15章12到19节说到 既然我们传基督是从死人中复活了 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 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基督就没有复活了 基督若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就是妄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妄然 这样我们甚至被当作是作为上帝 为作见证的 因为我们见证上帝 是使基督复活了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基督若没有复活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便是妄然 你们人在最终就是在基督里碎了的人也灭亡了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比众人更可怜 这段经文给我们知道 教导我们 主耶稣基督复活 所证明的四个事实 第一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证明真理强于虚假 复活是真理不可抹杀的保证 第二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证明了散强于恶 因为如果没有复活 罪恶的势力便得胜了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证明爱强于恨 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爱的化身 第四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证明生命强于死亡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蒙恩得救的人 就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所信 我们所传的 便不是妄然 我们就不再是可怜的人了 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喜信 宣告了主耶稣基督 确实是上帝的儿子 罗马书 第一章第四节教导我们 按圣善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写明是上帝的儿子 感谢赞美主 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过犯 交付了 也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 主耶稣基督 确实从死里复活 主的生命 就成为永远的胜利 因此 今天的经文 格林多前书15章51到58节 教导我们 因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因他那复活的大能 我们信徒们就有死后身体复活的盼望 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基督徒不但会复活 而且会有一个复活荣耀的身体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血肉之体 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上帝的国是永远的 而我们的血肉之体是必朽坏的 这必朽坏的身体 怎能承受那永存的国呢 所以除非我们得着那荣耀的身体 否则尽上帝国的应许 对我们这些血肉之体的人 就是没意义的 在主耶稣基督再来时 就是就在一沙时 眨眼之间 好同莫次催响的时候 因好同要想 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改变这词的原文 新约用过六次 在这里使徒保罗说 使守着这是一件奥秘的事 改变是一件奥秘的事 主耶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教导我们奥秘的事 是属乎耶和华上帝的 生命纪29章29节 虽然我们现在不明白 如何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 但我们知道主的大能 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必定叫我们的身体改变 跟他荣耀的身体 跟他荣耀的身体相识 因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死被得胜吞了 死被得胜吞灭了 这句话是引用 以赛亚书25章第八节的经义 这得胜是指着主耶稣基督救赎功劳的胜利 就是十字架救恩的得胜 所以使徒保罗说感谢上帝 使我们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因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战胜死亡 我们信徒我们蒙恩得救 已经有必要 也必定复活和死后身体改变的这个盼望 接着主耶稣基督救赎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因此我们要在基督的信仰上 坚固不动摇 不要因着别人的主张 不要因着异端的诱惑 不信者的批评而信心摇动 我们也要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 我们要常常因勤努力做主公 更热心寻求明白主的话语和主的能力 要追求因勤为主工作 容神义人追求灵命掌尽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为主工作 为主做工 是不突然的 在主里面 一切都不落宫 都为盟主纪念 不突然 不一定是可以眼见工作的果效 也不一定是有果效 但就算看不见工作的果效 或工作根本没有果效 还是不突然 因为主已经纪念了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诚心爱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寻求主 我们要尊主为大 这样我们才能更认识这一位爱我们 为我们赎罪的救主 胜过死亡复活的救主 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 因为 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乃是我们传福音 做见证的理由 愿我们更认识 我们的救赎主 主耶稣基督 认识他复活的大能 所带来 那信徒死后身体复活的盼望 有永生的盼望 主耶稣基督复活 使惧怕变成勇敢 使忧伤变成喜乐 哈利路亚 主已复活